赵书勤著 与毛泽东主席聊天 一段红小兵与红太阳的往事 一个解放军文艺兵的人生奇遇 第一章 走近红太阳 第五节 朱老总永远是个兵 大约七点多钟 朱德委员长和康克卿同志 首先来到了舞厅 在老同志们的指点下 我们依次坐到了委员长旁边的椅子上 等候陪他跳舞 我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脑子里不断地把记忆中的 那位戎马孔总的开国元帅 与眼前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做着比较 委员长身穿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软底布鞋 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 但看上去仍然红光满面 精神焕发 康克卿同志穿了一身蓝色的便服 他们两人一起进舞厅 一边点着头与别人打着招呼 然后就随着舞曲起舞 跳得特别默契 看着委员长跳舞 我不禁想起了我上小学时的语文书里 有一篇叫做《朱德的扁单》的文章 说的是朱德和战士们一起把粮食挑上山的故事 那个时候 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两支部队在井冈山会师 建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由于地处山区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地进攻围剿 部队的供给不能保证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部队所需的粮食全靠下山打土豪解决 然后再把愁到的粮食运上山 那时候也没有汽车 山高路陡 全靠战士们下山去挑 朱老总当时身为军长 为了能和战士们一起去挑粮 他专门找来了一根扁单 而且在扁单上刻了朱德记三个字 每次下山回来 他都挑着一百多斤的重弹 大步地朝前走 要是不认识的人 怎么能相信 这位挑弹的汉子 竟然是我们敬爱的朱军长 从儿时期我就知道 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不管是军队还是老百姓 都习惯地称他为总司令 就是这样一位顶天立地的总司令 在战争年代 一点架子都没有 能和战士们一起去挑粮 建国以后 他虽然身居高位 忙碌着国家大事 但在我们面前 同样也没有架子 简直就像一位非常普通 而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我看他跳舞从来没有任何花样 只是踩着音乐的节拍 围着舞厅四周卖大步 他那样子就像一个军人 在操场上踢正步一样 每一步都迈得坚实而有力 他跳舞从来不是一个舞伴 而是非常有规律的 每走一圈就换一个人 有时一支舞曲 竟然能换十多个舞伴 朱老总的人缘特别好 大家都想跟自己尊敬的总司令 跳上一场舞 轮到我陪委员长跳舞的时候 我站起来向他问候说 委员长您好 他看了我一眼 大概是觉得不熟悉 便问 你是新来的吧 对 我今天第一次来这里 我回答委员长的问话 这时委员长又亲切地 问我叫什么名字 是哪里人 当我逐一做了回答以后 委员长说 以后我就叫你小赵吧 记得第二次 当我又陪委员长跳舞的时候 他却主动地叫我小王 我笑着告诉他 我不是小王 是小赵 委员长温和地说 我怎么看你们 长得都差不多呢 我说那是因为 我来的次数少 以后您就会记住的 果然从此以后 委员长再也没有 喊错过我的名字 康克卿同志 是朱德委员长夫人 他1929年 刚满17岁的时候 便与朱德结婚了 他也是一位 与朱德一起参加过 红军长征的老干部 建国以后 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工作 那个时候 全国妇女联合会机关 就坐落在灯室口大街 我们团友的同志 还在灯室口大街 或者公交车上碰到过他 每次在舞会上 当委员长 与别的舞伴跳舞的时候 康克卿同志 总是安详地 坐在和委员长 隔着几个位子的 普通软椅上 而不坐大沙发 他有时和熟人 打招呼聊天 有时笑咪咪地 看着委员长迈大步 他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经常拉着我们的手 问这 问那 就像奶奶 关心自己的孙女儿一样 有一次委员长 刚来了一个多小时 跳舞的兴致正高的时候 异曲刚完 康克卿同志便小声提醒他 该回去休息了 委员长一听 站起来就要走 我劝他说 您今天来的时间不长 还可以再跳一会儿 委员长说 我还是走吧 明天还要早起去爬山呢 我说 那您今天多跳会儿舞 明天就别爬山了 他说 不行 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我不明白 委员长说的他们是指什么人 奇怪地问 难道还有人强迫您去爬山 委员长向孩子似的诉苦说 我可没有自由 我的日程都是别人给安排的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这位参加了革命70年 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几个历史时期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 建立了不朽功勋的总司令 现在虽然身居高位 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心忙碌 但在生活上 他却没有一点自由 永远还是一个兵 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医生 秘书和警卫人员的安排 朱德委员长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 但他的伟大人格 一直深受着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朱德是人民的光荣 这也是全国人民对朱老总一生最高的评价 本集完 本集完 岁下来 本集完